美金已打造地域景象 俗中共攻台 业界大佬表示 中国车企内卷严重 价格战导致造假 美国应用程序制造假新闻 背后与中共牵连甚深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国东北吉林省6月10日发生一起公园齿刀伤人事件 4名外国人被不明男子袭击刺伤 当天伤者倒卧在地上浑身是血的视频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疯传 同时流传的还有一张当地警方通缉一名叫做崔大鹏的男子的通告 美国爱荷华州的康纳尔学院随后证实 4名受害者都是该校赶赴中国姊妹校授课的教师 10日到北山公园参观时遇袭 美国爱荷华州众议员亚当·扎布纳说 他的兄弟大卫是事件中4名受伤者之一 他说他的兄弟被刺伤了手臂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北山公园位于吉林省吉林市西部 是一个由湖泊 园林和寺庙组成的旅游圣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国务院获悉吉林发生的迟到伤人事件的报道 并且正在关注有关情况 美国联邦众议员马利安内特·米勒·米克斯 则表示他正在与受到影响的爱荷华家庭保持联系 他的办公室正在与美国大使馆合作 确保受害者得到治疗 并且安全地离开中国 目前事件细节还不清楚 中共官方媒体都没有相关事件的报道 大陆网络也屏蔽了相关消息 微博上只有几条有关事件的帖子 而海外疯传的事件现场画面和警方通缉令 则都不见踪影 11日 党媒转发当地警方的通报说 持刀捅人的凶嫌 是一名来自吉林市龙潭区的55岁崔姓男子 伤人原因是在北山公园走路时 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 于是持刀刺伤这名人士和三名同行的外国人 还有一名上前阻止行凶的中国游客 凶嫌当天已经被逮捕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声称这是偶发事件 但中国网民却对警方有关行凶动机的说法表示质疑 纷纷留言说 真巧啊 随身带凶器是吧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因为走路时和别人碰撞 就拔刀杀人 这通报是要给外国递刀子吧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近期向媒体透露 挫败中共攻击台湾的关键 是一项名为地狱景象的作战计划 最近美国总统拜登第五度公开表态 不排除出兵保护台湾 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 近期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安全会议期间 接受《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采访时表示 地狱景象策略是挫败中共侵台关键 帕帕罗表示 中共不想重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覆辙 陷入长期消耗战 因此希望清台战争短暂而猛烈 可能会在无预警情况下 对台发动大规模攻击 而美军准备在台海领空、水面和水下 部署数千艘无人潜艇、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 一旦中共军队开始穿越 会瞬间让台海成为无人地狱 把中共军队困在里面 以此为台美和伙伴部队争取全面反击时间 帕帕罗没有说明具体细节 但他说这是做得到的 他的工作是确保从现在到2027年级以后 美军和盟国能获胜 这个部分我觉得做到机会很高 因为两栖登陆是很困难的 特别是在台湾比乌克兰来得幸运的情况之下 相对的台湾海峡比较宽 所以是一手难攻 只要投入正确而且及时的防卫装备 自然就可以阻绝共军跨海占领台湾 迹象表明地域景象计划争取得进展 美国国防部3月宣布一项 10亿美元的复制者计划 为这项任务建造大量空中无人机 无人水面舰艇 帕帕罗表示复制者计划表明 美国也在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 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方面进行了创新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去年9月就已透露 国防部为复制者设定了宏伟目标 未来18到24个月之内 在多个领域部署数千个自主系统 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于宗基认为 帕帕罗在此时透露地域景象计划 是有意呼应拜登总统 展现美国介入台海的决心 中国他始终认定美国的人命至关重大 如果美国在介入台海的这种 所谓的冲突的过程 那能够造成美军重大的伤亡 这个时候就有办法复制越战经验 就是让美军国内开始反战 美国的处置方式就是 透过无人载台空军海上的攻击 帕帕罗提到亚洲地区现已进入更危险的时代 要么屈服 要么武装到牙齿 不过罗金指出 美国光是无人武器系统 也无法应对中共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而且美军目前没有反制中共 极音速巡异飞弹的可靠方法 太空设备也容易受到攻击等 高超音速飞弹的确是一个新的威胁 美方也积极投入开发防御系统 第二个相对的高超音速飞弹的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它是一个威胁 但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议题 第三个是太空中的卫星 的确他们是比较脆弱的 不过由于美国有3000多枚以上的卫星 所以基本上这些形容都是说 中共有新的能力会形成一个潜在威胁 但是这些潜在威胁并不会改变战略的结果 目前复制者无人武器系统的交付时间还不明确 而帕帕罗强调时间不等人 美国必须尽快让这些计划变成可行策略 中国汽车业内卷让业界大佬也连声叫苦 6月7日在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红直言 价格战已经使企业不堪重负 吉利董事长李舒福虽然没有到场 但通过视频表示 中国汽车业内卷是全球第一 中国最大民营汽车制造商 吉利汽车创办人兼董事长李舒福 6月7号在2024年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 通过视讯演讲表示 中国汽车行业内卷严重 李舒福说 内卷到这种程度 如果市场化水平比较高 法律健全 执法严格 透明公平的竞争则是好事 反之就是坏事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 李舒福提到的这些前提 在中国不存在 他所说的日常化水平比高 法律健全 执法严格 透明公平的竞争 这几个字应该很难形容 目前中国的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 第一个就是 法律上面来说的话 当然是很明显 优于本国的企业跟国家企业 然后另外一个 透明公平的竞争 这个也都没有含过在这里面 目前都像外商 普遍都抱怨 面临到不公平的竞争等等 中国有200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目前都在应对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 而且绝大多数电动汽车品牌连年亏损 2023年 在中国只有三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盈利 分别是特斯拉、比亚迪和理想汽车 今年4月 特斯拉、理想汽车和其他许多车企 又开启了新一轮史无前例的降价 如果这个放在西方世界里面来讲的话 你一个车企不赚钱 没多久之后你可能就倒闭 你就不会再生产 所以市场机制会自然而然的去压制 新的车子的成长 但是中国是卖的不好 它反而还是增加 所以就变成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面向 跟海外不一样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红也在论坛上表示 这样卷下去不是办法 现在广大车企裁员裁了多少 广汽也裁了不少 这样下去对社会对国家会怎么样 这些都显示出中国汽车业产能过剩 不仅冲击欧美 对中国车企自身也是痛苦漩涡 所以这种的实际上就本身就是政府干预经济 造成这个恶性竞争 中国不需要200多家电动汽车公司 200多家一起上 它就在滴水平上重复 而出现这个状况原因呢 就是中共的扭曲市场在补贴 然后造成这种恶性竞争 尽管如此 中共当局将电动车作为新制生产力之一 继续加大投入 5月20号发改委表示 将采取更多举措 推动新能源汽车体制 降本扩量 巩固和扩大产业发展优势 但它还是试图用这个电动车呢 去占领这个比方说南美的市场 东南亚的市场 非洲的市场 这些中国的车呢 当然叫这个合照性安全性 它有一些问题 这种可能会让整个汽车产业 陷入非常漫长的调整 中国本身的汽车产业 跟全世界的汽车产业 都会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 就是撒价竞争啊 或是不理性的撒价 会常常出现在这个场合里面 黄世聪分析 这种所谓补贴 或者是产业政策 会扭曲中国经济实体的局面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当然不是好事 但是中共当局会继续这样做 美国应用程序制造假新闻 背后与中共牵连甚深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彩燕 于5月12日被南沙派出所警察绑架 当晚被抄家 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 根据法轮大法明会网的消息 5月12日晚 大连沙河口区南沙派出所 在街上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孙彩燕女士 并把她非法关入看守所 旅美法轮功学员杨春华 在国内时与孙彩燕熟食 她透露警察还对孙彩燕家 两次非法抄家 警察没有给家属抄家物品清单 孙彩燕家的保险柜被抄走 后来她儿子还发现 身份证户口本都不见了 去警局索要也遭到推诿 孙彩燕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肺炎不治而愈 人变得开朗善良 随后她的妈妈也开始修炼法轮功 孙彩燕的丈夫也是法轮功学员 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 孙彩燕一家人屡遭迫害 孙彩燕的公共 亲眼目睹警察野蛮抄家 儿媳被绑架 以及警察不断上门骚扰 精神受到极大重创 卧床不起 在2016年6月不幸离世 孙彩燕的父亲 也由于社区街道工作人员 无端骚扰 警察恐吓 长期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 身体每况愈下 于2019年去世 父亲和丈夫的相继离世 使孙彩燕家里失去了经济和精神的依靠 妈妈王玉和被截入辽宁女子监狱迫害后 大连金浦新区社保 2023年4月开始 又非法停发她的退休金 这次孙彩燕再遭绑架 家中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 孙彩燕整个家庭的遭遇 可以看中共对于法轮功全体的这种迫害 可以讲是惨绝冷缓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他所经历的这种磨难 这种磨难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 本来是不应该发生 也不应该有的 但是不信他遭遇了 只是因为他身在中共国 其实这一场迫害完全就是无理的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不应该迫害好人 而且法律制裁和约束的应该是人的行为 就是对人的思想 精神信仰打压 目前警察没有通知家属 他们以什么名义绑架孙彩燕 不过中共当局通常套用 刑法300条的罪名构陷法轮功学员 多年来许多律师和法律界人士都指出 用刑法第300条和两高司法解释 拘留 逮捕 起诉 审判法轮功学员 就是对刑法的曲解和滥用 是在破坏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的实施 杨春华表示 公检法人员追随中共 违法迫害法轮功 会给自己埋下祸根 在2013年8月 中国大陆自己也颁布了一些条例 法官 检察官和警察 他们在办案过程中 如果造成任何冤假出案 是要终身追责的 甚至要盗查30年 都中国历史上不乏很多这种性杀驴的做法 所以希望那些追随江泽民实在 错误扩害法轮功政策的 杨春华呼吁当局 立即释放孙彩燕 及其他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也希望国际社会 关注孙彩燕一家 家破人亡的经历 让善良的人 不要再因为信仰 受到骚扰和迫害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福建异议人士向锦锋 已因网上言论 2022年9月被拘留 具体罪名不详 日前之前人士表示 向锦锋已被判刑四年 目前正在福建省永安监狱服刑 大陆公民汽车张展 服刑四年刚刚获释不到一个月 就再次遭到上海警方传唤、威胁 6月9号 张展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说 警察威胁他在捧红线就进去 据威圈网报道 张展出狱后 海内外维权人士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 上海及上海附近的一些朋友前去探望 通报了一些信息 这引起当局不快 于是对张展予以传唤威胁 河北恒水冰湖国际商城的商铺业主 6月10号继续在商城前拉横幅维权 业主们高喊口号 要求禁止商城、强占商铺 还他们租金 湖北襄阳维权人士何彬、徐彩虹夫妇 因财产被侵占上访多年 2022年9月再次进京上访时 被警方从北京带回乡凡关押 至今已经一年9个月 警方已二人多次进京上访 多次被刑拘为控罪依据 案件开庭4次仍然没有判决 目前河滨、徐彩虹都被关押在 襄阳市第二看守所 美国热门新闻综合应用程式Newsbreak 因为使用人工智能传播假新闻 目前为止至少有三名美国国会议员 要求对Newsbreak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理由是这家公司贩售未经核实的人工生成新闻 与中共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 目前美国下载量排名前三的 免费新闻应用Newsbreak 是一个起源于中国的免费应用程式 Newsbreak2015年在美国推出 并曾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制作假新闻 去年平安夜 Newsbreak释出了一篇关于小镇枪击案的惊人文章 标题是《圣诞节悲剧袭击新泽西州布里奇顿 小城镇枪支暴力上升》 新泽西州布里奇顿警察局 于12月27日在脸书宣告 这是使用人工智慧技术制作的虚假文章 Newsbreak在文章发表四天后才删除了这篇文章 据路透社报道 Newsbreak是中国新闻应用程式 伊点资讯的子公司 2017年伊点资讯 因高效传播北京宣传而受到中共表扬 目前所披露出的Newsbreak它所出现的错误 犯的一些问题它可能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它就是一种技术原因 就是那个人工智能它在编写新闻的时候 由于它的算法由于它的信息的抓取 存在一些局限性或者存在一些问题 导致这个新闻出错这是技术上的原因 路透社采访了七名前Newsbreak员工 其中五人表示这款应用程式演算法 背后的大部分工程工作 都是在位于中国的办公室进行 Newsbreak的投资股东是私募股权公司 Francisco Partners和总部设在北京的IDG资本 而IDG资本今年2月被五角大厦 列入与中共军方合作企业名单 外国政府或代理人很容易制造舆论信息的导向 通过在后台的大数据操控 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受众的认知 通过信息控制完全可以制造出 高科技控制的人类思想监狱 这是非常现实的危机 呼吁应该加强立法 并对具有外国政府代理人特征的商业化公司 做出制度性的要求和法律上的监管 目前为止 至少有三名美国议员 要求对美国热门新闻聚合应用程式 Newsbreak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2021年6月 美国政府曾要求 对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 构成的安全风险展开评估 Newsbreak和TikTok和社群媒体平台WeChat 都曾经引发关注 今年4月 拜登总统签署法律 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出售TikTok 否则面临被禁用 评论认为Newsbreak其实就是另一个TikTok 这种新闻声称软件远比TikTok危害大 这种软件编造的信息更像新闻 而且是在误导边缘地区的普通民众 原来在紫媒体时代 地方新闻通过当地的报纸传播 现在各国地方传统新闻媒体都在倒闭 存在巨大的市场空白空间 Newsbreak趁机进入这个空白的市场空间 会直接影响选民的判断 甚至可以影响到民众选举投票 报导引用版权侵权相关的法庭文件 电邮以及一份2022年的公司备忘 文件当中记录对于AI生成报道的担忧 识别出至少40个实例 显示Newsbreak利用AI工具影响其服务的社群 美国国务院去年9月公布的报告 中共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 在全球散布假讯息 中国民众说疫情之后身体变差 经济不好 明白了瘟疫是针对共产邪灵而来 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四川省成都的潘志明说 打过疫苗后免疫力被破坏 现在明白了真相 瘟疫是针对共产邪灵及其追随者来的 自愿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 解除毒势同魔鬼划清界限 江苏的镇元等13人说 我们愿意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 现在国内经济不太好 共产党为了刺激老百姓的消费 在旅游业上下功夫 低价一日游再送很多产品 例如鸡蛋鸭蛋等农产品 再把人带到某个地方进行讲课促进消费 现在中国旅游业只要是一日游 大都是这个 有些产品好坏也不去强调 在哪里买真品真的不敢去想了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经文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